好那我請教一下明杰 今天蓬佩奧公開講 聯合對抗中共 不要讓中國共產黨凌駕我們 那蓬佩奧的話 越講越兇越講越白 可是同一時間解放軍騷擾台灣 文攻武嚇也越來越嚴重 對 我們看到解放軍不斷的對台 用軍事動作施壓 所以當然國際要聯合起來對抗中共 正如這個蓬佩奧所言 軍事的部分 我覺得他戰術上有幾個 比較特殊的遺憾 第一個他這一次 這樣的一個海空兵力的 一個入侵台灣西南空域 事實上他是在執行一個 叫切箱廠的戰術 那我們看到事實上 你如果看到這一個圖 如果能夠放大一點 這裡有一條 我畫的斜線 他這一次 等於說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本來是到這個區塊 他這一次兵力已經進到這個地方來 而且空中來講 他的一個架次 應該也是前所未見 算是比較多的 過去可能幾架 兩批試架後這樣子一個分批進來 但這次一天有高達30架次 中間有21架都進入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本來是我們的ADIZ範圍 這次他進入這個區塊 包含海上有七艘的一個艦艇 也進入這個地方進行一個海空連演 等於說進到這個區塊 他就把台灣這一塊給切掉 所以我為什麼講切香腸 他就是步步在進逼 用這樣子一步一步得寸進尺的方式 那企圖要對台灣的這個整個空防上面 進行一個壓迫 那他的一個目的當然 我們看到先前事實上 他有從不同的高度 這個入侵這一塊地方 那不同的高度進來 當然他是不同的機種 在模擬所謂自空自海 或者是對地的一個攻擊 但是同時間他也在做測試 我從1500公尺進來的時候 我從3000公尺 從6000公尺進來的時候 你台灣的一個反應如何 我用什麼樣的高度進來 你的一個雷達 是不是地面的搜索雷達 或者是能夠你的防空部隊的 這一個射控雷達 是不是有可能會發現我 或這一個對我進行掌控 你的一個戰機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出來對我做監控 他在這個對台的一個防衛 都在做測試 那同時也在測試台灣 在防御上的一個政治上的底線 那對美軍來講 也是有相同的一個目的 那另外就是說 他這一次比較特殊 就是說我們看到 我們國防部發布的一個 他們監控他們 這一個戰機的照片 中間的確是 我們發現他有掛實彈 就是說他的確在做一個 實戰化的一個演習 特別是像這一個 舒凱30MKK 他的戰機 他的機翼下面 我們如果把照片放大來看 可以看到兩枚 白色的一枚 大概雙翼都有掛 那大概一枚是這樣的 中程的這個R77的 一個二字的一個 對空的一個飛彈 另外有R27的短程的空對空飛彈 同時間他的雙翼的翼肩 都掛了這個電戰夾艙 也就是說的確 他這次是在用一個實戰化的一個方式 在模擬 可能是對台也好 或者是對美反介入的一個攻擊 另外比較特殊的是說 我們看到照片上 還有上面那一架 那一架過去來講 是運8的電針機 那他這一次事實上 這是運8改 就是說他過先前是高星6 現在變成有個名稱 應該叫空前2000的反潛機 你看到他這個機尾的部分 有一根長長的那個是磁性探測儀 就是基本上在做反潛偵測用 那機首的這個下方有一個圓圓的 那個類似一個盤子 那個是一個360度的一個對海的一個徵收雷達 也就是說他這一次出來出動這樣的兵力 事實上可能第一個 他也在這個反潛對台灣或者美軍 我都認為有可能潛艦有在附近 台海周邊 特別是這個巴士海峽這邊 有這一個讓他們認為說有出沒的可能 所以出動這樣的一個反潛機 那整體上來講 他可能就是一個任務編組的一個實戰化的訓練 同時今天我們看到 他這一次很特殊的是說 他為什麼在這個區塊演習 事實上先前他的戰機有這個突穿 我們的所謂的台海中線 但是你看到這一次 如果我們這台海中線在這裡 他這一次反而避開台海中線 然後在他最下緣的地方 切進來台灣的這個防空識別區 那台海中線事實上 這尾端難測試到這裡 這個是北緯23度 北緯23度東京118度的地方 他避開跨越台海中線 然後直接穿到這個裡面來 目的我覺得他也是 這個背後的意涵 也在這個測試美軍的一個底線 就因為先前 這一個他解放軍戰機 直接突穿台海中線的情況之下 美軍的神蹲艦就走台海中線以西 所以他這一次就是在看 老美如果我今天是走這樣的一個路線 你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這個部分背後都不同意涵 同時間我們看到 他這一個等於說 模擬的這個區塊那個位置 的確相對來講 過去比較少也比較敏感 而且你會觀察到 他8月份公布了實機場的軍演 都是在近海北從渤海黃海東海南到這個南海 這些軍演都是小規模近岸的 但是那些軍演事實上你就對比這一次的軍演 你就會發現那些都在虛張聲勢 在深東及西 因為真正他舉行這次軍演沒有對外公開 也沒有公告他的一個演習的區塊 也就是說今天這是一個國際的航道 不管是各國的船運從這裡經過 或者是空中來講你隨意在這個地方舉行一個海空的聯合軍演 事實上你是對這個區域的這個海空的運輸造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困擾 事實上這個在國際法上面應該是有違反的嫌疑 同時間因為這樣的一個作為 不排除他在測試或者在模擬一個什麼 就是在封鎖台海南側 封鎖過去我們知道說美國光播的報告有說 對台的四種可能犯台的一個手段中間有一個是海空封鎖 那這一次的動作這樣的一個兵力跟布置來講 在這個區塊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嫌疑 第二個就是說有可能他也在對美軍的進行反介入 就是說美軍的南海兵力如果從南海上來 今天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他在這個地方部署兵力等於從中間介入 然後把美軍的一個兵力阻擋在南海那個區塊 沒有辦法北上支援台灣 同時間最後一個也是國人比較關切的 這一次傳出說是不是有包圍東沙 那因為不可諱言這一個區塊演習的確 他的位置就是在台灣跟東沙的中間 那所以我們不能排除他用海空的兵力 在企圖阻斷台灣對東沙可能的一個資源 但是這次出動的兵力 外界並沒有發現他有譬如說兩棲的登陸艦 或者是他的這個兩棲的合成營 所以他並沒有的確對他造成一個包圍的態勢 但是他就是企圖用這樣的手段來威脅你 來恐嚇你 那同時間我們看到事實上美軍我們也發現他並沒有這個閒置在旁 事實上這一次他整個軍演美國也全程緊盯 而且你如果對比那個部署的位置 你會發現說這兩天其實美軍的一個軍機包含P-8A的反潛機 包含這一個RCE-135W的電震機 他頻頻飛入南海 而且他就直接進入解放軍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演習區域 你看他這個直接是從這邊從沖繩下來之後 他直接就這個P-8A跟RCE-135直接飛到你在這裡演習 我就直接飛到這裡來看你能對我怎麼樣 這樣的一個監控持續存在 同時間他在台灣的這個東面 這個區塊 事實上我們先前陸續談的三艘 他的這個兩棲包含這個美利堅號的兩棲突擊艦 還有一艘這個紐澳梁的這個兩棲船屋登陸艦 還有日耳曼城號的這個船屋登陸艦 甚至還有一艘這個CG-54安提坦號這樣的一個巡洋艦 同時間雷根號也在附近部署 所以這樣的一個軍演 他也知道美軍就在旁邊這個盯著看 所以對台灣他敢不敢加大動作 我覺得事實上他也在觀望 所以他在測試美台的底線 同時間我們知道他這一次的確離台的這個距離 相較於過去軍演來講 的確是相對逼近 離台灣的西南面只有90里的距離 為什麼在這個距離 實際上我們研判應該就是台灣的防空飛彈的 一個射程的範圍內 所以他最多也敢逼近到那個區塊 所以台灣只要是自己有一定的一個 防衛能力的情況之下 他就算要切香糖 他能夠切的空間也很有限 特別是這一次這個區塊 你把這一個台灣海峽這個航道 到南海的一個地方 這個航線整個阻斷掉 國際有多少的一個運輸的一個船艦 都要經過這裡 特別是日本 日本這等於是阻斷他的生命線 所以你這一次解放軍對台的一個武嚇動作 實際上背後這一個影響的 不是只有台灣的安全 你整個亞太地區的一個包含 像日本甚至南韓 甚至美國他的戰略利益 全部都牽涉在其中 好我們稍後回來